哈啰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米吳述邪 今集是虎連的第一集 所以我也要穿一件老虎衣出來拍摺 同時間今集的真實故事 跟它同科的 貓妖 這隻貓妖是怎樣惹回來的呢 其實話說這件事發生二十多三十年前 大家都知道二十多三十年前 沒有現在那麼多東西玩 我們現在拿著手機已經有很多東西玩 出去玩也有很多選擇 但是在二十多三十年前 其實就沒有那麼豐富 通常都是玩通山跑的那些 剛巧這個女生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很喜歡周山淡險 有一天就約了這個女生 和男生的幾個朋友 大家就上了一個荒山野嶺的地方 就說玩淡險 一邊看一邊上去 大家又玩到捕哩哩 追來追去 追到去某一個位置 就看到一條荒廢的小村莊 看得出它曾經是一條小村莊 因為都有好幾間的爛了屋 但還有一個型 大家又在那裡玩捕哩哩 沒有事沒有幹 玩到一身寒 打算走 沿途就打算下山去回家 到出了一條村莊 走多幾步 其實女生就離遠 看到這個是什麼 看到有個塔的東西 前面就有一塊碑 然後大家當時都不知道什麼叫金塔 然後走近一點 看到碑上有一張照片 是一個很小的年輕女 跟她差不多一大 的照片 她才知道那個是一個墓碑 後面那個塔就是一個金塔 很隨便 很隨便 就撞了金塔 還要有半個蓋 其實已經露在地面 前面有塊石 然後鑿著幾個字 放了一張照片 就當是一個墓碑 那女生就走過去看 才知道 哇原來這個墓碑 然後看到那個女生的照片 然後她就說 哇這個女生也是一般的 我已經美化了 生得一般的 撞在這裏 寒寒寒寒 看她的樣子都知道她沒有福 然後這些 寒寒寒寒 撞在這裏 也看得知不是有錢人家 這些 如果看這些家庭生活 早死到投胎 就好了 你死得對 就指著墓碑一直在那裏 接著一路說的時候 旁邊的朋友男朋友在那裏笑 欸瘋子 你不要亂說話 但是笑著說 OK 接著大家都沒有 沒有懷疑 大家就是 那女生就繼續在那裏 恥笑著那張照片裏面 那女生的樣子 就是 不好看啦 不好看之餘 那麼早死啦 早死早著啦 頭過胎啊 一條好漢 講完這些事情 那跟著呢 一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後面墓碑 後面有一隻貓衝出來 就衝出來 那女生 哇哈哈 那當然是閃的啦 大家就看到 哇瘋了嗎 然後大家就走了 那 回到家 大家就沒有在意 以為無緣無故有隻小野貓 那樣 然後回到家 他就看到家裡的樓 他那時住石陰村 那家裡的樓梯有隻貓 那公屋不會有人 即是 有無故有隻貓 但是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咦這隻貓 挺漂亮的 花貓 來的 那他就看到 那隻貓挺漂亮的 就過去 看看他 你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那隻貓又喵 那樣 那他又覺得很有趣 又覺得他很漂亮 因為 這個女生是很喜歡漂亮的 就是 他自己的樣子都不差 那 那 咦 那又神推鬼弄的 就抱這隻貓回家 那回到家 那家人 因為他父母 有一個弟弟 和一個姐姐 那他排第二 那他就看到他 幹什麼東西 拿這隻貓回來啊 你這樣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啊你看他很漂亮的 好可愛啊 他真的很漂亮 你看他的花蜜多漂亮 然後那隻貓 又貼到 女兒緊緊緊緊 那媽媽就 這獨大我們不准養貓的 這樣 你小心點 不要讓牠到處走啊 這樣 那就 不知道為什麼又讓牠 留下這隻貓 那又很搞笑啊 那隻貓呢 就只是黏著這個女 即是這個女仔 睡覺又黏 走去哪裡都黏 半步都不離開 即是除了女兒上學的時候 那 那女兒一看家裡的時候 他就黏著牠了 那 大家都想著 沒有遺疑 就想著 那隻貓都真的黏著牠 就是愛主人的表現 是不是 沒有特別遺疑 那直到有一晚呢 這個女仔呢 就發覺自己 即是跟貓一起睡 那又發覺自己發夢 即是其實睡眠質素 由貓回來的時候 都開始差一點了 那牠沒有遺疑 那今晚就發了一個很恐怖的夢 那夢了一些無厘頭的東西 即是夢自己在山上迷失了路 然後大喊又沒有人回應 又有很大回音 那黑漆漆周圍 身手不見五指 很害怕 然後牠就醒醒了 一醒醒了 牠就發覺隻貓 站在牠的胸口看著牠 然後牠就 那一刻就無管動了 然後 但是呢 牠以為都是自己發惡夢 沒有遺疑 那隻貓一向都是黏牠的 那如是者開始 就那晚開始 媽媽就發覺那女兒 為何好像 性情開始有些變 很暴躁 經常說一些東西 動一下三句 不是兩句 就發脾氣 那個人很沒耐性 接著呢 經常動一些東西 吃飯 可能不滿意就掃桌 那我媽媽就在女兒反叛旗 到了反叛旗 到了反叛旗 中四五媽媽 反叛旗 就要打算好好開道 那直至有一晚 那我媽媽半夜起床 阿夜了的時候 就發覺那廳 那個雪櫃 雪櫃打開了 然後呢 那誰蹲在那裡呢 那原來見到女兒 就蹲在雪櫃 即是 打開了 那她就蹲在雪櫃 那她就見到 咦 什麼事呢 走近一點見到 她見到個女兒 拿著一隻雞 她今天在街市 媽媽在街市買回來的雞 打算明晚才做的 整隻雞在那裡生似 雞未熟的 生的 有頭有 全部未斬 整隻雞在那裡 媽媽在那裡 背著她 當時不要轉頭 背著她就說 我肚餓 肚餓都不是這樣 我煮麵給你吃 神經病 走前兩步 打算拿雞 撥開女兒的手 這個時候 剛才不是說 背著媽媽嗎 這個時候 女兒轉著臉 看著媽媽 很凶狠的 但最可怕的是什麼 當時女兒的眼睛 眼靶全部充血 整個口都是雞的 雞皮 有些肥膏 油脂 有些肉 在那裡吊一下 媽媽說 當時這個樣子 是非常之恐怖 她嚇到 退後兩步 跌到地上 然後女兒 就在那裡說 不要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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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很害怕 媽媽 立刻很害怕 立刻衝去開燈 叫醒 老公 然後就 老公啊 什麼什麼 但她一回頭 其實已經看到女兒 自己 已經放好雞 在雪櫃裡 然後自己走到廁所 然後就洗手 洗臉 完全正常 然後洗完之後 然後 全屋已經出來了 走到廁所 然後就突然 怎麼你們這麼晚都不睡 這麼晚 怎麼出來了 完全不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 然後媽媽就知道 大領落這次 心之不妙 已經是完全 女兒好像沒事 沒有趕 我起床很晚了 怎麼你們 快點睡吧 走回房間睡 但是 當時 她刺激 這個畫面 老爸 姐姐 弟弟看不到 就說 搞什麼鬼 什麼叫醒了我們 但這一刻 媽媽其實非常非常之害怕 直到第二天 媽媽依然都很慌 因為昨晚的畫面實在太恐怖了 然後她就立刻打電話給姐姐 她自己姐姐 就跟姐姐說了這件事 我女兒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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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因為已經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那姐姐信佛的 就問一下她 這樣 那姐姐聽完這個案子之後 之後 立刻的反應 第一次就說 會不會是那些東西 你們是不是得罪 在哪裡得罪了些東西 那怎麼辦 姐姐 現在女兒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 接著 姐姐就說 我幫她打電話給師傅 然後就打電話給師傅 打電話給師傅 打電話給師傅 就跟師傅 略略很簡單的說了少少 師傅就說 我要來你家 大家約了個時間 去到石蔭村的她家的樓下 姐姐和她媽媽都在這裡接師傅 想著上前跟師傅打完招呼之後 就說回一件事 師傅說 不用說那麼多 直接上樓看看 然後三下人到樓 一進門口的時候 小貓就已經衝出來 師傅看了一看 有隻貓 就見到那隻貓 毛滿暑起了 然後不停地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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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想控秒師傅 師傅沒有理他 就視察一下房子 然後看到周屋 哇,黑氣笼罩 雷氣、陰氣、整間屋都是 再回頭看一看貓,貓仍然在啟動 師傅問他,你做什麼搞人? 你做什麼事要搞人? 然後姐姐和媽媽很奇怪 站在旁邊,師傅跟貓說話 難道貓有問題? 這樣就拋頭了 那隻貓就開始沒有那麼… 毛變得正常了 就沒有出聲一會兒 就拋頭走了 然後媽媽就問 師傅,是不是貓有問題? 師傅,那隻貓有街坊上了身 應該就是這個問題所在 剛才她都說了幫我聽什麼事 因為你女兒說事前那時快 剛才說到她的時候 女兒就放學回來了 放學回到入門口 然後見到師傅 就皺一皺眉頭 然後跟媽媽說 媽媽,這裡是誰? 你叫她走好不好? 好頭痛啊 我可不可以叫她走啊? 好不舒服啊 然後那個… 咦? 姨媽,為什麼你又在呢? 喂,你們叫她走啦 我很辛苦啊 然後她很暈啊 然後媽媽就說 不是啊,我找師傅回來看看風水而已 然後師傅就沒有理到 就上前問,問女兒 這隻貓怎麼可以來的? 關什麼事啊? 你走吧 這樣 媽媽就回答 就說,是在樓梯裡收回來的 這樣 然後師傅就問女兒 這隻街貓這麼容易被你收回來? 街貓你這麼容易捉得到? 好? 你是不是在人家的墳前亂說廿四啊? 笑人家的樣子啊? 啊? 說人家早死,早死早著啊? 死得對啊? 你是不是說過這些東西啊? 接著女兒立刻呆一呆 沒有啊,不如有啊 神經病啊 知不已對 接著媽媽已經立刻皺眉了 死了,不是這些吧? 接著師傅就繼續說了 就是你在人家的墳前不尊重死者 恥笑他、詛咒他 接著女兒說 我講笑而已啊 幹嘛呢? 講笑不給嗎? 我又不是說什麼都沒有啊 不是詛咒 我講笑而已啊 師傅就很嚴肅了 人家已經過了生 是不是? 葬在這裏 你又說就是你裝得寒酸 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啦 是不是? 那你還這樣笑人 不尊重 啊? 你知不知你這樣說話大錯特錯啊? 接著我不是的 我只是想著講笑而已 我沒有心的 沒有心? 你抱著這隻貓回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這隻貓 跟那天在墳前撲你的那隻貓 是一樣的啊? 牠撲過來 我哪有看到牠背上的花紋 我不太留意啊 不過看著看著看著 樣子有點像 做什麼事啊?師傅 那隻貓有問題啊? 這樣 當你在此笑人家的時候 那人家本身就在附近 已經在附近的了 聽到你這樣此笑牠 牠很生氣 那一下 淚氣 牠衝過來你那裡的時候 剛好那隻貓走過 那牠就上了那隻貓 那牠就跟著你咯 跟著我? 我很遠的啊 牠怎麼跟著我啊? 牠如果要跟你的 牠要多遠都跟著你 你去到天腳底 牠都找到你了 你覺不覺得你自己抱了那隻貓回來之後 整天都發脾氣啊? 覺不覺得自己整天都好像 動一點就穩陣啊? 好像是啊 關什麼事啊? 這樣 你知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啊? 你貓說你那天拿著一隻雞來尺 不是吧? 我不知道 我完全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那師傅呢? 就唸了一下咒 一唸咒 貓就馬上衝出來 嘻嘻嘻嘻 這樣 那師傅就說 我沒有樂意的 其實呢 我就是想 了解一下 這個小朋友 是吧?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你不要跟牠 計較好不好? 牠知道錯 牠知道不對了 然後呢 那隻貓呢 就走了去阿女兒的腳邊 那裡 然後轉過頭 阿女兒就 突然間呆一呆 明明牠很擔心 突然 呆一呆 然後再醒 那師傅就知道 那隻貓 那隻貓裡面的街坊 又上了阿女兒身 全程 全程阿媽和阿姨媽 都在看著 整個過程 然後阿媽就 啊 怎麼辦啊?師傅 然後師傅 你安靜一點 然後呢 就問 那個阿女兒 已經上了身 那隻貓 上了阿女兒 就問 你是誰啊? 關你什麼事啊? 你又不認識牠 你又不是她家人 你管那麼多做什麼呢? 然後 啊 不是 我知道 那 我又沒有惡意的 那我 我沒有什麼特別 我都是一個普通的修道之人 那 人家來求助 那我就過來了解一下 職責所在 職責所在 那跟著呢 那 阿女兒就說 我剛才不是跟你說了 他該死的 他這樣說我 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這樣 年紀 大家都是這樣 憑什麼 他要這樣笑我 憑什麼 他可以這樣 我想啊? 誰叫他亂說話 口多多 跟著 師傅說 對 你說得對 他是不對的 他是抵鬧的 但現在他都受了教訓 你又無謂了 其實都是一個陰差陽錯 你本來 在附近都是走來走去的 對吧 那你剛好 淚氣淚氣衝出來的時候 你就上了 上了隻貓 現在你就已經可以 借著貓身去修行 修行到這樣 還可以投胎 那無謂 因為這個女生 這件事 就算你搞死他了 你可以 有什麼得著呢 你沒有得著 你還有什麼衣玉 你可能分分鐘投不到胎 是吧 下去 還要再受重刑 你覺得很划算嗎 餵一口氣 是吧 接著 那個女生 立刻 定了一定 定了一定 沒有出聲 然後師傅說 是不是很不划算呢 是吧 但是他也不應該這樣說我的 是不是 接著師傅說 對 我知道 你生對的 你是生對的 但是為了他 而去令到日後 這個連鎖反應發生的時候 是不是很不划算 細心想一下 接著 女兒就立刻 那怎麼辦 難道我就這樣算了 不會 不會 我就叫他媽媽 去幫你打陀齋 幫你上個位 受一下香火 好嗎 接著請你吃一頓 買些漂亮的衣服 買些漂亮的東西給你 去你佛前燒給你 那件事就這樣就算了 好嗎 放他一晚 接著 那個女兒開始鬆懈了 她就說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們 為什麼要相信你們 對 說真的 小妹妹 你歸星 然後 小妹妹 原來姓陳 過了生的小妹妹 陳小妹妹 其實這樣 我幫你處理這件事 要他們一件一件完成 如果他們不完成這件事 我就插手不理了 好嗎 到時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好嗎 然後陳小妹妹 就點了一下頭 好 師傅我相信你一次 然後就 嘔 然後 阿女就 即是 沒有 即是 立即叫醒一醒 然後 那隻貓呢 即是 他想回那隻貓 那隻貓就走開了 那全程 因為阿媽和姨媽都在聽 立即就叫 師傅 師傅 剛才那些就 照你說話做 OK OK 你到時告訴我 怎樣做多少錢就可以了 然後 那個女兒 還外製三省 那樣 什麼事阿媽 做什麼呀 待會再跟你說 你坐在一邊休息一下 我跟師傅 先說一些正經的事 好了 那師傅就說 問師傅 師傅你佛堂在哪裡 我們要什麼時候做 他很緊張 那師傅就說 我現在暫時沒有佛堂 不過我可以轉介你去另一間佛堂做 所有儀式阿 所有東西阿 他們要怎樣收錢 你就跟他們談 他們收的 但醫子呢 要買那些東西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買 沒所謂的 OK 那上位阿 打齋阿 那些要多少錢 就跟那間佛堂談 這樣 那間佛堂在哪裡呢 那間佛堂在黃大仙 竹原村 近農場道的山邊那裡 即如果大家開車去農場道 經過是會很顯眼的 看到有間佛社在那裡 就是那間 那師傅就transfer了這個case 去那間佛社 去做這一連串下來的活動 即要做的事情 跟著呢 亦都跟媽媽一起去買衣紙 然後帶著女兒 夾著女兒的男朋友 全部人呢 就去墳前那裏 去化寶 即將東西燒回陳小妹妹 那齋就在佛社那裏打好 又將陳小妹妹上了個位 都在佛社那裏 那件事就是這樣完結了 那經過這件事之後呢 其實阿女呢 即是親身經歷 那她的性情都變得和善了 知道禍從口出 就不應該這樣說話 不尊重人的 就算對 不要說對死者 對普通我們自己人 都不應該這樣說話 那她現在已經收斂了 那跟著 阿媽的姐姐 那她本身都信佛 因為當時師父沒有佛堂 那姐姐就找了個佛堂 那她和阿媽這兩個 這對姊妹 就在另一個佛堂做歸醫 歸醫了 那繼續信佛 因為她的親身經歷實在 即是太過深刻了 所以呢 她都希望繼續去幫人 繼續向善 那到後面呢 師父自己 若干年後 師父自己終於有個佛堂 那跟著呢 到現在 就算幾十年之後 因為發生二十幾三十年前 幾十年之後呢 其實她們還有藥出來飲茶 那到有個佛堂 那當然她自己本身 已經在另一個佛堂歸醫了 那但是呢 那個佛堂的師父 有些個案子 處理不了 或者不夠抽的時候 都會轉介過來 給師父幫忙去處理 那樣 到今時今日呢 她們都依然有聯絡 那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就完結了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這什麼呢 就是不要開口 埋口 就去 詛咒人 就是說 哎 你瘋子 活該死啊 那些千萬不要 就算 類似的說話 我不多說 應該不應該這樣去 掛人家 那同時間呢 也都要大家謹記一件事 就是 禍從口出 不可以 做一些不尊重人 因為這個 這個 我們叫做 作口業 你作口業的時候 其實都會將自己的業障 是加重的 所以大家儘量都要 待人節物都和善一點 少點發脾氣 不要開口夾著你 最緊要一樣東西 別不順扯啊 我們下集見 拜拜